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与所游地》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埃及金字塔的影子追逐 追日也要有技巧 二、巴黎地铁的时尚秀 地下也能走天桥 三、大英博物馆的夜间藏宝寻找 夜半的历史追踪 那么我、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埃及金字塔的影子追逐 追日也要有技巧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古老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埃及金字塔 以及他们如何在实践的沙漏中 玩起了影子追逐的游戏 首先,想象一下你站在击撒高原上 太阳刚刚在地平线上露脸 而你的影子像一条忠实的宠物 一样跟在你的脚边 现在,抬头看看那些古老的巨石结构 金字塔,他们的影子 也在开始一天的旅程 金字塔的影子追逐是一场壮观的自然表演 随着太阳的升起 这些巨大的石块投射出长长的影子 就像时间的指针,慢慢移动 直到太阳到达天顶 影子几乎消失在金字塔的底部 然后,随着太阳的吸尘 影子又开始伸展 向相反的方向延伸 直到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下 但是,追日也要有技巧 古埃及人不仅仅是建造了一些巨大的墓穴 他们其实是时间的大师 将宇宙的律动编织进他们的建筑之中 金字塔的定位和设计都是精心计算的 以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日子 比如,春分和秋分 太阳的位置和金字塔的排列会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 比如说,胡夫金字塔 也就是大金字塔 在春分和秋分的时候 太阳正好从金字塔的角落升起和落下 这样金字塔的影子就会分割成两半 一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另一半则隐藏在影子中 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觉上的巧合 这也可能是古埃及人用来标记季节变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我们不能不提到金字塔的建造者古埃及人 他们在没有现代工具和机械的情况下 建造了这些结构 这本身就是一个谜团 有人说他们是外星人的后裔 有人说他们使用了失传的高科技 但我们都知道真相是 他们只是非常喜欢玩乐高 而且玩得非常大 总之,埃及金字塔的影子 追逐是一个古老的天文表演 它不仅展示了古埃及人的建筑和天文学的精湛技艺 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古老的文明 也懂得如何在宇宙的舞台上跳一支优雅的舞蹈 而我们,作为现代人 只能在旁边拍手叫好 同时偷偷地查一下手机上的天文应用 确认自己没有错过下一场影子追逐的演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黎地铁的时尚秀 地下也能走天桥 各位时尚爱好者 历史迷和地铁探险家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一个独特的时尚舞台 巴黎地铁 是的 你莫听错 我们的话题不是在谈论那些高高在上的巴黎时装捉天桥 而是那些深埋地下 经常被匆忙脚步踏过的地铁站台 巴黎 这个被誉为世界时尚之都的城市 不仅在其灯光闪耀的大街小巷上展示注视上的魅力 就连地下的地铁站也不甘失落 成为了一个非典型的时尚秀场 想象一下 当你穿梭于地铁的各个站点 突然一群模特在人群中穿梭 身着最新潮流的服装 走在由月台边缘构成的临时梯台上 这画面是不是既荒谬又迷人 这种地下时尚秀的概念 其实是对时尚借一种轻松而又创新的挑战 它打破了传统时尚秀场地的限制 将时尚带到了公众的日常生活中 在这样的秀场上 没有明星前排观众 没有昂贵的门票 只有擦肩而过的通勤者和偶然的旅客 他们或许会因为这场不经意的时尚盛宴 而获得一天的好心情 巴黎地铁的时尚秀 也是对巴黎地铁文化的一种致敬 这个拥有超过一百年历史的交通系统 不仅是城市的动脉 也是艺术和文化的载体 你可能会在某些站点看到壁画 雕塑 甚至是音乐家的极星表演 而时尚秀无一味 这座移动的艺术殿堂又增添了一笔 当然 这种秀场也有它的挑战 想象一下 在一个拥挤的地铁车厢里 模特们必须在保持优雅的同时 躲避那些突如其来的地铁门关闭 或是突然停车的惊喜 这不仅考验住模特的走秀技巧 也考验住设计师的服装 是否真的适合日常穿搭 总之 巴黎地铁的时尚秀 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它将时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并且提醒我们 时尚不仅仅存在于光鲜亮丽的表面 它也可以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绽放光彩 下次当你乘坐巴黎地铁时 不妨留意一下 也许你就会遇到一场意想不到的地下时尚秀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英博物馆的夜间藏宝寻找 夜半的历史追踪 当然可以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潜入大英博物馆的夜晚 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历史冒险 想象一下 夜幕低垂 大英博物馆的展厅内 只剩下微弱的安全灯光 这时 如果你有幸成为夜间的特别访客 你会发现这不仅是一座博物馆 更是一个充满秘密和故事的宝藏库 首先 我们来到了古埃及的展区 在这里 法老的木乃伊似乎在你的注视下轻轻颤动 庞扶要告诉你一个千年的秘密 你靠近了一些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嘿 不要碰那个诅咒 你回头一看 原来是旁边的罗瑟塔石碑开了口 它正在用三种文字 希腊文 埃及草书和埃及象星文字 同时警告你 接着 你亲手亲脚地穿过了希腊罗马雕塑的长廊 那里的雕像们在月光下 庞扶苏醒过来 进行住他们的五叶哲学变论会 一个看起来像是苏格拉底的雕像 突然问你 你知道什么是美吗 你差点没有被吓得 跌倒在冷冰冰的大理石地板上 然后 你来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展区 那里的骑士盔甲 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庞扶随时准备出征 一个盔甲突然动了动 你以为是风吹动的 但当你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说 这个锁链甲不太合身 你能帮我调整一下吗 你意识到这些骑士的灵魂 可能还在寻找他们的下一场战役 最后 你来到了亚洲艺术的展厅 那里的瓷器和丝绸在夜色中 散发住柔和的光泽 突然间 一只精致的青花瓷碗开始轻轻旋转 它似乎在试图告诉你它的制作秘密 或者是它曾经旅行过的遥远海洋 在这样的夜晚 大英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 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历史导游 带你穿越时空 体验那些被尘封的故事 当然 这些都是我们想象中的情景 但谁能说 在博物馆关门后 这些古老的文物 不会开始他们自己的夜间派对呢 所以 下次当 你有机会 在夜晚访问大英博物馆时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可能会遇到哪些历史上的人物 或者成为哪个古老传说的一部分 只是别忘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开始和你对话 最好保持礼貌 毕竟你可不想在历史上留下 被一个古董追赶的记录 最后 我们谈谈这些充满历史 文化和奇幻的故事 不管是埃及金字塔的影子追逐 巴黎地铁的时尚秀 还是大英博物馆的夜间藏宝寻找 它们都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据和事实 它也是一个结构的背后的故事 是人类智慧和聪明才智的结晶 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 即使在现代科技的时代 我们仍然可以从过去的智慧中学习 从中获得灵感和启示 所以 我的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故事 有什么样的感想和反思 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古老的谜团 一起来思考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留言告诉我 我很期待和你们的互动和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